地獄廚神 Gordon Ramsey 相信沒什麼人不認識他 近年他的餐廳還開到來香港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不忘他 每間餐廳都是彈多過讚 最近被人彈得最多的就是這間 服務差 質素不可以 尤其是招牌賽威靈頓牛柳 真是劣平如潮 今晚就跟一位入行幾十年的歐陸菜大廚去試試 說實在這間餐廳這麼大名氣 所以訂位一直都好爆 就算一星期前訂晚飯 都要晚上九點半至有位 今晚我們準時去到餐廳拿位 但站在門口之下 不止沒有笑容 沒有回應 還沒有眼神接觸 大約等了兩三分鐘 才有個有笑容的試應帶位 這間餐廳已經開了差不多半年 但是人氣依然非常旺盛 當然以Gordon Renter的名氣 這樣的場面一點都不出奇 這間餐廳不需要45分鐘嗎? 這間餐廳不需要45分鐘嗎? 是嗎? 是嗎? 我現在餐廳的餐廳不需要 可以我買中間餐廳嗎? 中間餐廳 好的 你有任何推薦嗎? 適應態度有禮 不止推介菜式 對做法都解釋得很清楚 最後還重複一次訂單 針酒手勢純熟 一滴酒都沒有針漏 上菜時 適應還主動介紹每種菜式的食法 適應服務沒有問題 是的之客沒有禮貌 所以服務趕客一半成立 一來到的就是烤帶子 烤的程度就一般 好像就不夠香 肉質也挺彈的 應該烤到表面有點焦焦的味道才對 焦香的味道是你嗅到的 帶子蜆就沒有了 好像我們炒帶子炒出來的樣子 嘩 你看看 比我科研公的臉更油 非常香厚 亦非常油膩 你看他的手 頭盤水準不足 桌子也太小 主菜未來 已經放到一桌都是 吃得不太舒服 顏色有幾對反 看看味道如何 其實他煮到大約七八成熟 不過可以再軟滑一點 內層有點乾 中間當然是有點肉汁 因為他還是有點生生的 我已經出名重口味 但是我也覺得 這個豬把也有點鹹 好了 主角終於到了 Gordon Ramsey的拿手好東西 Beef Wellington最愛塵 當然是酥皮 酥皮 酥皮如何合格 當然是很香的牛油味 焗得很鬆鬆 這個酥皮 其實就不太合格 酥皮又不是很重牛油味 是很軟的 軟軟的 好像濕濕的 然後有一層是洋蔥 和白粉 切碎了 炒成的 我們白粉 叫做 Gitzel 味道不太好 炒得也不香 先試一下牛柳 很瘦 不是很香的肉味 它有一個醬汁 這是青胡椒汁 Green Peppercorn sauce 很冷的 細心看這個威靈性牛柳 其實它舊的 變得很脆 底部是真的變得很脆 有很多不足之處 它沒有加 Palmere ham 在Decel 也沒有加 鴨乾醬 鵝乾醬 或者雞乾醬 通常 一個 如果是自己 餐廳 自己製造的 威靈頓牛柳 通常都不會漏這些 這個 我吃起來 我覺得又不是很像 這個級數的餐廳 會服用客人的威靈頓牛柳 我又覺得 有點疑惑 究竟這個 是否大量生產的工業品 我覺得很有可能 這個是傳統的炸薯條 它的形狀和味道都好像 就像某單流水粉一樣 這個又是明顯地不行 又不香 是軟奶奶 又沒有顏色 今晚的消費 就大約每人平均 七百多八百元左右 你說它很貴 又不是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食物質素 就有很多選擇 我就未必會再來這裡吃 總括來說 服務有好有不好 食物水準就真的不行 而這樣的價錢 和Gordon Ramsey 的名氣 真的令人多失望 唯一不能輸的就是個維港海景 你想食景還是食食物 自己考量啦